信心 唇意义之心 静定相及之心 信心都是阿弥陀佛 信心都想着极乐世界 信心想着一切祖师大德 对我们的教导 我们要想到报恩 什么叫报恩 回向是报恩 我把我死修的功德 统统放下 给这些有恩惠的人 给这些有缘的人 回向给他们 帮助他们 认识佛教 帮助他们救佛法 帮助他们 误入境界 直到这一生 可以脱离流道 这一生可以回归自信 往生极乐世界 等于回归自信 所以第十八月 太重要了 那回向 回是回转 向是去向 回转自身 所修功德 而去向 我所期望的 这叫回向 今天 我们做 任何的好事 都要回向 求生极乐世界 我为什么这么做 我一心一意 想往生极乐世界 往生极乐世界 是我这一生 唯一的希望 这是大死 其他的都是小死 有 往生乱住 下去 回向着 回击功德 普世众生 共见 阿弥陀佛如来 生安乐苦 这几句话 是我们学佛人 人人都应该 拿来做的回向 是 要见阿弥陀佛 要生 生极乐世界 世界愿重 回向 二次 生意 生身的 毅力 不能 不知道 月三五股 就是回向的 总方向 总目标 我为什么要念佛 我为什么要放下一切万云 为什么要信心向往 就是极乐世界 不但我到极乐世界 我和真正一个愿望 愿跟一切众生往生极乐国土 这个回向的力量 大 为什么 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 是阿弥陀佛的 回向 我们的回向 跟阿弥陀佛的回向 一致 得到佛的加持 这个力量就更大 为了我自己 应该做的 很少想到别人 为了我自己 要生极乐世界 要见阿弥陀佛 也希望 所有的众生 都跟我一样 往生极乐世界 请敬阿弥陀佛 这就对了 这跟阿弥陀佛的本愿 完全相应 愿活 一切众生 往生极乐国土 时时不要忘了这一句话 自己跟众生站在一边 我们要贴近阿弥陀佛 要走向极乐世界 这就对了 我们要贴近阿弥陀佛 我们要贴近阿弥陀佛 我们要贴近阿弥陀佛